今天已经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相信大家应该会忙着倒数 我在这里预先祝大家会有一个美好的2020 情绪上是平静、美满和幸福 不论身处任何的环境 不论在国际间的博弈 还是在香港现在的高压的氛围之下 我们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 大家好,又到了生同感受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的是情绪 今天已经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相信大家应该会忙着倒数 我在这里预先祝大家会有一个美好的2020 情绪上是平静、美满和幸福 不论身处任何的环境 不论在国际间的博弈 还是在香港现在的高压的氛围之下 我们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 这个东西听我好像很难一样 因为事实上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在同一条街 就算是短短的一条百德山街 有人很开心 觉得自己这个时候是人生中最光辉最美满的时候 也都有人可能刚刚失业、失恋或者生意失败 又或者刚刚确诊有一个非常麻烦的疾病 而他觉得瞬间掉落地獄 所以其实我们的心念是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而如果根据一位叫Dr. William H. Frey II 所说就是我先读英文 然后再继续读中文给大家 Crying is not only a human response to sorrow and frustration it's a healthy one Crying is a natural way to reduce emotional stress that left unchecked has negative physical effects on the body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other stress-related disorder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位威廉 Frey II世博士医生 他就说哭是一个人类对应伤感和沮丧的自然反应 是健康的 他说哭是一个天然的方法去降低我们的情绪压力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它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负面的影响的 包括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病机会 以及其他压力相关的疾病 所以怎么说哭是一件好事呢? 什么不是自小都说不要哭 譬如有朋友哭 哎呀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其实这件事我说了很趁时间 和身边的朋友 或者有客人来做consultation的时候 可能朋友陪伴他或者家人陪伴他 而当时人开始哭 而你会说不要哭不要哭 然后企图去碰他去哭他的时候 我都会立刻制止 那为什么我会制止这件事呢? 因为这个时候他在做一个宣洩 情绪现在在宣洩出来 是一个release来的 一个释放来的 如果你再碰他 其实你会将他这个情绪 这个能量anchor 就是将他进入身体里面 所以如果有朋友在哭的时候 你不要去碰他 你可以带纸巾给他 还有最好我们说的做法就是 hold space 就是我为你去营造这个气氛 给你有一个安全的感觉 可以全面释放你的情绪 不需要担心你会被觉得 是会被批判 被看不起被嘲笑 包括就算我们跟他说 不要哭 其实都带有我们自己的判断 就是说 为什么不要哭呢? 我的身体需要哭 他需要哭他才会流眼泪 为什么你会叫我不要哭呢? 是不是因为这个 其实是自小的文化教育 例如说小朋友 哭的时候 爹地说 好丑啊好丑啊 为什么哭啊 这样 其实哭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你不发觉 当你哭完之后 其实你个人会轻了 舒服了吗? 因为那件事所产生的情绪 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构成压力 所以你的身体会选择 要将它排出来 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 即使是新的一年 都不要紧要 我们当是一个新的一年 2020的大计 就是对于我们2019年所发生的事 不开心的事 你设置一天 你找一套戏 你知道自己一定会哭的 你有个intention 有个目标 所以我要释放我积压了的压力 接着去看这套戏 然后将它释放 你发觉你定期这样做 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越来越平静 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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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帮助 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可疑 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观看